作词 李宗盛 无声无息 一杯酒 尽如愁长眠 轻易难舍难寄 一生的 剪在一心阑珊处 风里的孤单 斩断了牵绊 一生的 忘不掉那心痕 当今眼中泪 拨开这纷乱 那边乱离山河 送唱歌 风起 奄念爱 很意 蹉跎 洒衣枪热血 只为你 化红妆 愿此生 有你便 无上 无上 我愿和你共复 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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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和你共复 平阳 朕不见 朕 皇后娘娘 皇上还是不愿见本宫呢 娘娘 皇上这会儿还在气头上 您就先回去吧 娘娘 娘娘 你还是先回宫吧 下 руки 皇上 娘娘已经走了 这个循儿 太令朕失望了 朕原本看中他 善良敦厚 可作守城之君 所以这些年苦心栽培他 训练他 未想到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 一再举止失许 现在惹得流眼鼎沸 德行受损 这样的人 朕怎么能放心 把祖宗的基业交付于他 母后 母后 糊涂东西 母后为你所做的一切 还有你努力的成果 现在为了一个女人 就要付诸流水了 母后 儿臣绝不后悔 儿臣只是辜负了您 你何止是辜负了母后 你更辜负了你父皇 皇上现在连母后都不见 可见你 让他有多心痛 母后一再告诫你 不能再冲动行事 你皇兄行为荒唐又如何 然后不再冲动行事 大夫 就要不再冲动行事 还是冲动行事 奉行事 也行 就要不宜负了 我没有尽量 连父亲 母后 是冲动行事 你起了 快了 没有事先绑住你 倒落的 让你父皇 把你打入天牢 勋儿 当年校会皇后 为了扶持凤丽 对我们母子百般防范 母后为了你 苦苦谋划 扫除障碍 你现在却为了袁月璋 就因为这个女人 你伤透了母后的心 也毁掉了父皇对你的信任和期待 一旦 你失去太子之位 你知道我们母子俩 会落入何等境地吗 母后的生死 你自己的安危 难道你一点都没有考虑过吗 母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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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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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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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 何以一再给予机会呢 皇上 太子当飞 请皇上胜断 千万不可仓促废太子啊 当飞 不能飞 就是要飞 皇上 末将一学的应该废除太子 以正视听 不能飞啊 当飞 不能飞 就是要飞 当飞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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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铃 你怎么还闷闷不落的 难道 是于心不忍了 在北疆的时候 我愿怪父皇 偏腾奉寻 葬无孙皇后 多多降低 我就离职 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可如今 却把我父皇逼得都病倒了 我一直以为 你怨恨皇上 愿他不爱你 恨他把你流放 不爱我 无人不忍 我对他 我愿意也不忍了 他不忍了 我愿意不忍了 我偷偷不忍了 你 愿意不忍了 我愿意不忍了 我愿意不忍了 还有与你的婚约 我都不会忘记 其实我很羡慕月正 有个像凤荀那样的男人 肯为他不顾一切 凤荀对月正 的确是情深义重 他是不顾一切了 结果又如何呢 一个男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又如何能保护自己的女人 你说得也对 情深义重 结局未必会好 皇上 太医说您是忧心过劳 需要安心静养 徐儿三番两次惹出事端 你说朕能不忧心吗 朕对徐儿是恨铁不成刚啊 但凡他能有临儿一半的果断刚毅 朕何须劳累若此啊 到底是可愿意 你自己不如求 不尽 你怎么收拾 师父没来 没来秦怎么在这儿 他差文心送过来的 说是送给你成亲的礼物 是吗 那文心呢 走了 走了 他把东西一搁去 就回杜白山了 师父交代他不要逗留 师父他怎么这样啊 我都要成亲了 他都不来参加 师父他就这么不喜欢凤灵吗 好了 师父的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些世俗之事 他向来都不会理会 真没想到 我跟凤灵的婚事 会如此的波折 还有啊 如果皇上因此 费了凤寻的太子之位 怎么办啊 怎么办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 你倒是想个办法啊 我能想什么办法啊 爹进宫为凤寻求情 结果连皇室的面都没见着 更别提咱们俩了 儿臣拜见父皇 你近日的种种行为 已让百姓议论纷纷 给皇室造成不良影响 父皇也不能再袒护你了 尔臣明白 尔臣甘愿受罚 你真的想抛弃太子之威吗 你想过没有 自己何以谍遭祸事 且因权在于你做事无方 鲁莽成性 你若不能先确保自身安全 又如何能帮得了别人 肃皇 可不能是意外的 你智持 羽蠢 鸟 你不肯住 监狗 你也不肯住 你不肯住 怎么证明 我还会被人了 但是这种日常 你以为你抛却的 只是你的太子地位吗 寻儿 你抛却的是 朕对你的阴阴期盼 是百姓对你的信赖和依靠 是你担负天下的责任和重担 父皇 二臣知错 你记忆知错 那你就在此好好反省 等候处置 怎么样了 月缺少爷 月征小姐 皇上有旨 朕何人不得探望太子 况且 太子要是看见了月征小姐 还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乱子呢 还是请两位先回去吧 那怎么办啊 眼下的形势 对凤勋真的很不利 那些大臣真是两面三刀 平时常常夸赞太子 赈灾的时候 太子为难民除去那些贪官无力 他们还写奏章 大肆赞扬 你说 太子帮助过难民 是啊 太子还亲自假扮难民 深入访差 可遭了不少罪呢 现在一牛脸 全都跳出来要罢出太子 走 走 王爷 群臣立主废太子 皇上应该是感到莫大的压力 才会挤得病倒了 王爷 王爷 不必担忧 微臣已经有所安排 会在民间散布言论 不仅渲染太子失德之事 同时也会树立您的威望 希望能早日促成费力太子 本王也会配合 不许怕 这剑水 这剑水 就无可 要干嘛 找树 网稳 和宣徒 Rising 那剑水 和张宇 其实是粽子 太子贤德 恳请皇上莫非太子 太子贤德 恳请皇上莫非太子 太子贤德 恳请皇上莫非太子 太子圣贤 恳请皇上莫非太子 太子圣贤 恳请皇上莫非太子 小姐 你花了那么大的功夫 把这些受惠于太子的人都找来了 那为什么 不随着少爷一起出面 被太子请命呢 凤雄为我 已经惹来不少的非议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月缺出面比较好 更何况 我也担心凤零误会 太子圣贤 太子圣贤 恳请皇上莫非太子 皇上 这些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深得爱戴 如今他们得知太子有难 主动进京请命 心意全全 还请皇上顾念名义 莫非太子 皇上 天功不抵后过 太子以前虽然联名贤德 当随便宜 但近日来屡屡抗制违法 当与城处 以井效尤 左眼官 阁下之意 难道是让皇上 罔顾这些百姓的夙愿吗 国以民为前 如果朝廷连这一点都不予回应 如何开泰平盛世 如何为民谋福 杜将军 你说呢 的确如此 国舅所言极是 臣起皇上 民心向辈不可违逆 太子既得民心 微臣恳请皇上再给太子一次机会 众位所言 朕以为都有道理 但太子已非出犯 若天下百姓群起校游 天下恐乱 朕认为太子上代磨练 否则不足以担当重任 朕决定即日起废除太子 雪儿恢复二皇子身份 行走宫中 总挨宇宙 皇上 敬礼 国舅大人 国舅大人 您的招待 皇上不愿意见本宫 一无忍 皇上要安静 皇上不愿意见本宫 本宫就该猜到 他是有心要严惩寻儿了 娘娘 只要太子这次诚心思过 再次见宫必能取得皇上的肯定 将来还是有机会 恢复太子身份的 只怕会有人迫不及待的 要取而代之了 娘娘说的是 这次就是因为凤林夫妻俩 才让太子失去宝座的 也怪本宫 本宫早该知道 早知道凤林一日在今 雄儿便一日不得安身 我就该早早让他滚回北疆去 这些仇 本宫一定要一并讨回 国舅 在 你去帮本宫联络个人 王爷 没想到太子这么快就被拉下马了 是啊 思雨的出家终于得到了回报 不过 原家那小子默默无闻 却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 看来以后我们也不愿意 我们要对他多加提防啊 岳缺与凤荀素来交好 找人帮他 也是情义所致 王爷 那袁岳征呢 百姓请愿 也有袁岳征之力呀 可见他对太子也是有情义的 所以王爷 成亲之后 王爷要更加留意 不愿跳 他用满海双米 丫头 一个人 活了 其中 把右还ựう 小子 他 皇上向来称阳太子的仁厚宽容 如果王爷既有雄才大略 又能爱民如此 那么相信皇上 很快会将王爷 列入太子的人选之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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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母后的安慰 对于荀儿 朕已多次袒护 这次 臣妾明白 是荀儿自己不争情 臣妾不敢怨怪皇上 皇后 荀儿生性如何 难道朕还不知道吗 只是她的性情 还需要更加沉稳 才足以接替朕的江山 难道皇上 博士心中另有人选 才把荀儿废掉的吗 皇后 朕是因为荀儿行为不当而罚她 并非是要另立他人 皇后 朕朝政家务内外烦乱 若皇后还与朕置气 朕如何安心哪 朕 yield 臣妾还以为皇上另有心思 忘了我们臣妾母子 你呀 震儿 怎么了 娘 你知道吗 我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那天 我接到赐婚圣旨的时候 真的很欢喜 觉得天底下的花都为我绽放了 可今天 凤旬因我卑妃 我真的觉得良心上很不安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达成我自己的心愿 会伤害到我两个这么好的朋友 思雨出家了 凤旬被废了 这全都是因为我 我原本以为 只要自己付出努力 变得举世无双 可以嫁给凤旅 我这一辈子就圆满了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事情会变得这么复杂 思雨喜欢凤旬 凤旬喜欢我 可我只喜欢凤旅 我总觉得我对不起他们 震儿 娘知道你生性单纯 无心伤害任何人 也要是中国人 那我给你了 他不能够帮你了 上天才能够帮你了 你不 christ 傻孩子 不知皇后娘娘前来找本王子有什么事啊 本宫想跟你做一桩交易 愿闻其详 贵国王子众多 二王子一直想建立战功独占凹头 日后好接替大汗之味 看来娘娘对毕国国情支支甚降啊 娘娘到底要与本王子做什么交易 你发兵攻打内东关 本宫助你建立战功 哪有一国皇后叫敌军攻打自己边关的道理 你以为本王子是三岁的孩童吗 本宫当然是有条件的 你要杀了内东关的守将 你是说杀了梁王 皇后娘娘果然狠辣 以内东关现有兵力很难持久抵达 本宫只要拖延我朝元兵救援 内东关就是你的了 你立下了这么大的战功 还怕你富含不传位给你吗 不过 本宫只会将内东关给你 你若再有其他的心思赶越雷池 那我就会倾尽国力将你们打回关外 哼 我们无尽的路 冲破迷雷 要都想何处 看落叶飞舞 也始终守护 爱的温度 回忆着我们的爱 才发现你不在 你的笑顺那么天真和浪漫 让我不想再醒来 想着你的爱 想着你的爱 洒着孤单的夜晚 天各一方的等待 我的眼泪掉下来 想着你的爱 想着你的爱 在这孤单的夜晚 就算放弃了现在 也要陪伴 在你的爱 在你的身边 想着你的爱 在这孤单的夜晚 在这孤单的夜晚 就算放弃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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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陪伴 在你的身边 今天本王大喜 本王先干为敬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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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晴晴 晴晴晴 是 谢谢 都这么晚了 王爷怎么还不来呀 向兰 我多快被这个盖头给闷死了 小姐 新娘子不能自己接盖头 不吉利 真的 那我还是盖着吧 小姐 你别急 我去替你看看 好啊 快去 来来来 来一杯 好 来来 过几个 听来 然后 fandme 拍得住 人也将潜 од 对 die 好 把新婚可以 让没 责 去 自己 你 我妹妹 等着急了 快 来 小心啊 我让你少喝点 你看你喝多少 你要追喝 快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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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王爷 是 是 王爷 小心有诈 王爷 没事吧 没事 好 杀了 快来人啊 你老爷 是 你可不得了 我 是 你去哪儿 我 你什么 你不得了 怎么临儿一回京 宫中就频频出事呢 看来朕是不能把临儿 丢在京城了 凤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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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得重不重啊 怎么样 对不起啊 放心吧 没事 伤口虽然深 还好为伤及要害 卫豪 你去外面招应一下 千万不要让宾客迟到 是 疼不疼 皮肉上不爱吃 怎么会这样 香兰 这儿有约征照顾 我们出去吧 是 王爷 小姐 香兰告退了 还是 你哎呀 我基本上一切就这样 小心啊 我看你还是不要动了 伤口刚包扎好 身体 今天在这儿休息吧 我在这儿陪你 那怎么可以 今晚是我们东方花烛 怎么能在这里 没事的 你的伤要紧 再说了 我们已经拜过天地 成为夫妻了 一辈子都要在一起的 何必拘泥与这些俗礼呢 放心 我的伤没事 你回房休息吧 累了一天了 我不累 我得在这儿照顾你啊 再说了 你受伤了 我得保护你啊 你就安心睡吧 我去给你拿床被褥 别动啊 快 是 怎么样 报告大人 没有发现思考 追 追 追 古舅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 杜将军 你这个时候要去哪里啊 老夫带着夫人正要出城去辞凤庵 去看思语 听说他偶感风寒很是挂心 这本来中午就要出发 这不因为参加梁王的婚宴 所以就给耽误了 杜将军 得罪梁王遇刺 娘娘命我追捕凶手 凡是出城者一律严查 什么 梁王遇刺 这 我和夫人离开之前还尚无动静 是 国舅 一例检查自是当然 国舅 请便 查 是 老爷 出什么事了 国舅大人 杜夫人 打扰了 杜将军 告辞 走 就是 何多 导致 不是 想说 你们是不是 韩师傅 今晚梁王府的事办得怎么样 已经以王爷交代完成任务 王爷也没事吧 只是皮肉伤而已 好 好 韩师傅 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地好 不过太子怕被怀疑 孙国就全力追查 韩师傅 在此地不宜久留啊 是 将军 将军保重 韩师傅 一路小心 将军 后会有期 驾 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线那段 是谁在期盼 情思解爱结合 三生悲欢 被种沙流 不尽那些孤单 梦太满一阵 一魂梦醒 却为那一声谈 是那个天涯 在那边 沧海之中 为你在等待 至千远 那千远 都是等在我前 缠绕着黑发在眉睫 肩不断前盼 你的臂弯是我的答案 总在是纷纷乱乱茫茫人世间 用此生眼泪激 已经灿烂的绒装 依旧与你共享红尘 却只如初见 一生爱恋还你 半世缘 依旧与你共享红尘 却只如初见 一生爱恋 一生爱恋还你半世缘 二生爱恋 一生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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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